大家好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们看了一下简单的文件的读写操作 这节课我们看一下文件资源去处理文件的读写操作 好 我们还是把上节课的课处打开 我们看到了上节课学的文件读写操作呢 是使用这个读 使用这个写 使用上面这个去读 这几种的读取的方式的不足地方是全部读取 不能部分读取 也不能指定读取的区域 然后写入文件呢 也是不足地方 是不能以最佳的方式 也不能以枷锁的方式去处理 读取呢 这种也不能枷锁的方式 所以呢 咱们就需要学这个文件指针的方式处理 那这里边呢 呃 有移动内部指针 这些方法 那他看一下 打开文件获取文件指针呢 都得使用 不管是读也好 还是写也好 都得使用Fopen 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Fopen的参数 好 我们在这写一下 Fopen Fopen呢 这个函数 返回的是一个文件资源 文件资源 那咱就了解什么是资源类型 咱说P2P有八种类型资源 不是八种基本类型 那么资源呢 就是P2P的一种基本类型 比如说打开文件获取的是流入资源 那以后对文件的操作 只要对这个资源操作 它是跟那个文件是挂钩的 就相当于操作那个文件 这个函数里边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当然就是文件的URL 可以是本地的文件 也可以是远程的文件 然后后边这个呢 自动团是一个模式 是一个模式 那咱就来对比一下 这个文件的Fopen这个两个参数 URL 当然URL可以是跟上面一样 本地远程的都可以是这几个模式 看一下URL 可以是本地的远程的 那咱就看一下第二个参数模式 这块模式 有这么几个 有R R加 W W加 然后还有X X加 还有A A加 还有B 和T 这里边呢 常用的 这个S 人家不常用了 这删掉就行了 什么意思 如果你在使用Fopen的时候 第一个比如写个地址 比如说是远程的 那么第二个模式 你只能用读的模式 也只能只读 因为这种文件 你只能读 不能去怎么的 不能去写 所以用R的模式 只读模式 以 只读 模式 打开 文件 然后W那是什么 如果你换成W的话 那你这个地址就不能远程文件 你只有是本地文件 这几种地址 看到了吗 比如说我这里边写着 当前目录下的 当前目录下的 测试点文文件 或者是我写上 锡盘下边的 什么什么文件 当然你要具有P2P文件 写的权限 或者是USR下边 什么什么文件 是这样 加上去当前目录下 test.tit为例 那这个时候呢 本地文件就可以写了 那用 打开写的模式 那你就能用哪个函数 用 这两个函数 去往文件里写 是这样的 以 直写的方式打开 以 直写的方式 打开 是W的模式 但是呢 如果文件 不存在 则 会怎么样 创建 这个文件 并 写入内容 但是 如果文件 存在 并且原来 有内容 有内容 则 会 清除 原文件中 所有 内容 再写入 就将原来内容都删了 所以千万不用他怎么的 打开 嗯 已有的 重要文件 不用他打开 这样的话原来的文件内容就没了 然后 A的方式什么呢 也是 也 直写的 方式 打开 跟W相似 如果文件 不存在 则 创建这个文件 也和W一样 然后 并写入内容 但是呢 如果 他俩就在文件存在的情况下不一样 如果文件 存在 呃 并原来有内容 最后一句话不一样了 则 不 清除 原来是W是清除原文的 这是不清除 原有文件 内容 不清除原文件内容 然后 在 原有 文件 内容的 最后 怎么的 写入 新内容 是这样的 所以 这个叫做什么 最佳的方式 最佳的方式 你要知道W和A的区别是在这 那B什么意思呢 这个B 是以二进制模式打开文件 比如说打开图片 以二进制 模式 打开文件 比如说图片 呃电影 电影文件 对吧 这是二进制模式打开 用于呢 于其他模式呢 进行的一种连接 那如果文件系统 也就是如果这个操作系统 能够区分二进制文件和文件 那你可能会使用它 比如说温道的系统中就可以区分 二进制和文件 而用那个四中呢 是不区分的 那这个模式呢 是默认的一种模式 所以呢 你在这块 你不能单独的写B 你得联系 比如说WB 什么意思啊 是写 二进制 那要是什么 RB呢 是读二进制 是这意思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这个RB 你都直接写上 这样的话 如果对于二进制的话 假如你想读理二进制的话 如果是在温道下 你必须写RB 如果再另一下 你可以怎么的 直接写个R就行了 因为在另一个下 不区分二进的文件 还是文本文件 所以不用加这个B 这个模式 只用一个R就行了 但是你为了你程序跨平台 对吧 所以呢 加B 这样的话 不管Windows Linux 都可以读这个二进制文件了 所以对于二进制的时候 你要这么写 不管Windows 还Linux 都这么写 虽然Linux 用不到这个B 但是呢 就防止跨平台的问题吗 然后还有这个T 那当然和二进制对比了 以什么文本模式打开文件 以文本模式打开文件 那这个模式也是只是有Windows系统下的一个选项 这个呢 不推荐使用默认的就是打开文本文件 所以你知道这个B的作用 那这里边还有R加W加A加什么意思 R加是和R的作用是一样 只不过他除了读的方式 他就多了一个写 而W加呢 比如你这块用R加 那 除了有这个读的模式 那他有写的模式 当然这个文件不存在 他就会出错啊 文件不存在就会出错 那你如果用W加呢 除了只写 你还可以用读的函数 你看 这个 啊 除了 可以写 用什么函数啊 FWrite 这个函数写 还可以读 还可以读 就用这一个模式打开 既可以读又可以写 比如说FWrite 还可以用这个函数读 那A加呢 也是一样 除了写也可以读 如果单纯的用A 那就只有写 假设你这块用个A加 假设就用A 那你只能用到什么 你只能用FWrite 这些读的函数 你不能用FWrite 不是你只能用FWrite 这些写的函数 你不能用FWrite 读的函数 如果两个函数都想用的话 那你想用什么 A加就可以了 这是最佳模式 区别在这 所以这是他的模式 好 我们来做几个实验 看一下啊 读取 你看FOpen 这个函数 假如说我读取 找一下 当前目录下 没有文件 我先写 往里写文件吧 你看啊 假如说当前的test.tit文件里边 往里写内容 这个文件 我以W的方式 我以W的方式打开 是不是就一直写的方式打开啊 如果 如果打开文件 成功返回真 就返回资源 资源类型成功返回都是真 如果失败 返回假 返回假 那返回的是一个资源 你看File 我这块 我用什么 你看 我用VR DUMP 我看一下返回的是不是资源 你看一下 运行一下 下边是one.peerp 你看资源流类型的资源类型 可以看到这个类型吗 资源类型 那如果失败呢 那当然他就是返回假了 对吧 比如说 以写的模式打开这个 打开远程的文件 比如说3w.bydu.com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返回假值 失败的值 因为远程文件是不让你写的模式的 但远程文件 我可以怎么以R的方式 以读的方式 你看又是资源了 对吧 所以远程文件是不让写的 你要知道这个模式 那你写的模式打开 它是资源 是资源的话 你就得把它关掉 所以使用有Fopen 也有FCLOSE 资源类型呢 你要不关掉的话 那他会也会自动释放 什么时候自动释放 是当整个脚本 执行结束之后释放 那假如说我这文件 先写完之后再读 假如再读 F RED 上面假如写完之后再读 那读的时候 你不关闭的话 不重新开启的话 这个w是不能 新的模式开启的 所以先关掉 然后再开启一次再读 所以咱都需要经常呢 假如说不用不到 这个资源的时候 就及时把它关掉 也别等一面 执行结束了 特别是咱们控制目录资源的时候 比如说地规 访问什么目录 你必须随时关掉 不然地规 有可能开几百目录 会一直占着资源 一旦当那交易本 结束之后 才去一个人释放 那何不咱们用完一个 就直接释放一个呢 对吧 所以释放这个资源 这f close 关闭 可以说叫关闭 文件资源 使用这个 关闭文件资源 那好 你看咱们写 打开这个文件资源 这个 那写 你写的模式打开 那你只能用写的函数 你不能用读的函数 比如说 使用f read 这是读的函数 读谁啊 读这个 从这个资源里边 必须穿资源 从资源里边读 你看能读吗 肯定不行啊 你看一下 是出错的 是无效的读 因为打开的什么 啊 这会打开 当然咱们得先什么 打开本地文件 你看一写的模式 打开本地文件 然后但是我去读 这肯定是出错的 你看警告 对吧 那写的模式 那我只能用什么 用写的函数f r e w i t 当然他和谁是别名啊 puts 这俩是别名 那我习惯的 通常用write 写文件 那我这还用传递文件名吗 你记住资源类型是干嘛用的 就是你打开这文件返回的资源 这个资源就永远代表这个文件 所有跟资源操作的都是在操作这文件 所以我写往这个文件里写 其实我只要加一个这个文件资源 file就可以了 你看 file是不代表这个资源 那就往这个file这个资源里写 就相当往这个文件里写 那写什么内容 假如说写3w.lamp brother and light 你看一下 这文件现在存在吗 把它删掉 你看 现在不存在了 刷新一下 你看一下 成功反位真实 拜访者也是一样的 那这文件 最后再看一下 就存在了 里边内容 3w这个就有了 当然你可以加上后续名啊 比如说test drtst 是这样的 那我连续写呢 那我就可以做个循环呢 比如说full循环 where dollar for i等于零 dollar fori小于100 dollar fori++ 我们的循环写100次 你看一下 比如brother这块 dollar fori第几个 是来换个行 你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这位咱看下这文件 你看 就换名了吗 一直到多少 99个 0到100个 那我反复的刷新 它会追加吗 不会 关掉 你看我参加 还是100个 对吧 因为它是打开这文件 它的机制是什么 在写的时候 以w模式打开的 这样的话 在写文件的时候呢 它会把原来文件内容清空 再重新写 不存在会创建 那假如说我的换成是a的模式 这边再看一下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好 你看这文件中内容 看一下 就会四份 又到一 开始 又到一开始 又到一开始 五份啊 因为原来有一份 是最佳的方式 所以呢 咱们这里边 要记住 a是以最佳的方向打开 这是 写文件 当然读文件 不管是二进制 还文文件都可以啊 如果二进制的话 写文件 你就是什么 ab就可以了 这个模式 那读文件呢 我呢我就换一下 这保存一下啊 一点 prp 你看 换成读模式 那假如换成读的模式 你看一下 这就不行 写的时候就不行了 他就不能往里写了 所以这话就得读出来 用什么呀 有三个去读的函数 刚才写的函数很简单啊 就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是文件资源 嗯 资源 谁返回的资源呢 这会是fopen 返回来的 然后第二参数是写的内容 第二个参数 是写的内容 那咱看一下上面这个 读函数有这么三个 他们区别什么呢 第一个 是读取 指定 长度 指定 指定 嗯 长度的字符 在文从文件中读取指定长度的 这个呢 一次 从文件中 读取 一个字符 这个 这个 一次 从文件中 读取 一行 字符 因为文件中都是有行的嘛 所以他三个区别在这 那好 我们看一下 读取 也是打开 最后换成读的模式了 那看一下 怎么读啊 使用 我直接输出输出的内容 FREAD 第一个参数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资源跟写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参数是指定读的长度 如果我不写的话 你看一下 是全读出来 你看默认不写第二参数 哦 这参数还必须写 你看全读出来的话 既然是本地文件 我能够获取本地文件大小啊 file size不就完了吗 当前目录下的 他不是默认的啊 test了点tit 你看全读出来 这是咱们 刚才保存的 对吧 那要读部分呢 比如说 我读十个 你看一下 只从这边读十个 你查一下是不是十个字符 就读出来了 但是这文件如果去 读取远程文件的时候 读取远程文件的时候 咱们不好办 假如说远程文件 他读不取远程文件 咱不知道获取多少多少大小 如果本地文件你全读的话 你有办法 你使用什么 file size 他也是访问本地文件的 对吧 那如果是远程文件呢 比如说 http冒号 3w.163.com 你这块 你file size只能获取本地文件大小 你只能获取103文件大小吗 获取不到 所以咱这块怎么获取到啊 那你写1024 124能读全吗 也读不全 你看一下 你看为什么什么也没输出 因为查看一代码 1024就这么多字符 只读了一部分 对不对 查看一代码看到 这些根本没有输出呢 你再多一点 10240 多10倍 你看多10倍也才多出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远程文件有远程文件的读的方式 怎么把远程文件都 假如说把这文件全读出来 你看一下 我做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str等于空字符串 然后我也用这个读 再怎么读呢 我使用一个 有一个函数 大家要先清楚 是f eof 什么意思 里边传文件的资源 当文件读取的过程中出错 或者文件到结尾 他就返回真 那么我们能不能一次读十个字符 当读到文件结尾的时候把它停掉 对吧 记得这个函数啊 放在这里边传的是文件资源 也得写到这块来吧 如果读取文件 出错 或到文件 结束 也就结尾 则返回真 有这两个条件 里边只是一个文件资源 就可以 那我就用他就能判断 是否到文件结尾了 所以 我在读取的时候 我就加一个循环 你看 啊 f 使用well吧 这个循环是否用well 你看啊 f 从这个 如果f en f eof 判断 到文件结尾是真 那只有到文件结尾的意思才开始循环吗 你取个反 每一道文件结尾就一直循环 对吧 到文件结尾了 它是真 然后加反去价了 它就不循环了 所以呢 这里边str 点等于 到了谁啊 等于这个通过f read 你看 我一次指定 从这个文件资源里边一次读1024 读一次往这个混存里边加一次 相当于 读一次加一次 当读到文件结尾了 它停止循环了 停止循环了 这里就不加了 所以最终能把远程文件全读出来 这是使用这种方法 把远程文件都读出来的 你看 我现在输出 和前面的输出网页是一样的 看一下 等待一下 你看 是不是全读出来了 毕竟输出了 你看那地址不是163的地址 然后你读过来字号串 你想用证则匹配啊 过滤啊 那就是你用证则去处理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这是读取远程文件 怎么直接读到文件结尾 那现在你看一下 我现在想看一下163下面一共有多少个字符 那都读过来之后 我看文件大小 当然就知道了 或者看这字符刷的长度就知道了 对不对 假如我想一个一个字符读出来 或者我想知道这个163里边一共有多少行 怎么办呢 你看我就换成第二个函数 哪个F getS一次读一行 你看读一行 我这里放一个读一行 我这里放一个 对吧 那我这里边随便做一个变量 $5等于0 读一行 我就用这个$5加加 那我想知道一共有多少行 我只要输出谁啊 $5不就知道多少行了吗 你看一共是4864行 那咱看下这个是不是4864行 看他的首页是不是4864行 3w.163.com 查看原文件 这个看不出来 嗯 到时候你用什么其他工具看吧 你去查一下多少行 肯定能查出来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假如说 我只读最后十行 或者 最后二十行 我就可以做到了 一次读一行的 用这个FgetS 那我想知道多少个字符呢 FgetC 一次读一个字符的 那这个计算起来 就比较麻烦了 好像我这个输出的输出 输出不完 相当于此循环了 你看一下 相当多个字符了 你一次一个字符读 是读不完的 应该 也读完了 这程序 你看啊 好像还在输出 一直在循环 你看这个 滚动条还在动吗 这么多个字符 你看读一个字符 来加一次 对吧 暂停一下 所以呢 这是一次读一个字符的 这三个就知道区别了 它不用指定长度 因为你读指定个数的 需要指定什么 需要指定长度 这个这个需要指定长度 这个呢 是一次读一个字符 这一次读一行 都不要需要指定长度 所以这是通过文件指针 写的一个函数 咱说了 他这个读取和写入的好处 你看 这个啊 刚才说这几个读取的不足地方 是全部读取 不能读取部分 那他看一下 就需要移动文件指针了 你想从哪读 读多少个 有这么几个函数 FTRL 这还是干嘛的 返回 就是文件文件指针在哪 从哪开始读 在文件中 你就想象就有一个呃 标尺 这个到哪会儿就开始读 返回当前文件指针的 呃 文件针的位置 你没读的时候 默认位置肯定什么的 在第一个字符 对吧 然后呢 使用FSEEK 当然这里边船子参数都是什么 都是文件资源 对吧 然后你可以指定 移动到哪 从哪开始读 不光他会移动 你使用FRAID 他读完之后也是会移动的 那最终移动完之后再返回到第一个地方呢 再返回到文件最开始指针的位置 看这么几几几次 看那么几函数 就可以实现文件指针内部移动 假如说 我读取本地文件吧 看啊 我读取本地文件 假如说 第二 TST 第二 TST 读 suivre文件 我现在想知道当前指针位置 我只要输出 FTER 虽然 存一个文件指针 就知道当前文件的指针的位置 你看默认 没开始读这文件呢 肯定这文件位置是多少啊 是不是零 对吧 你看 我现在读完十个字符之后 输出 FREAD 他不按个数读吗 File十个字符 然后黄远行 我再输出 这个文件指针位置 你再看一下 读出十个字符之后 这个字符只能再正好在识这 然后再接着读 他 因为你指针没关闭呢 这个资源没关闭呢 所以再读还接着往下读 你看 我再读一部分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看一下 你看 BROTHER.net 是不是到二十个字符了 那假如说我直接选从一百个字符开始读 怎么办 FSEEK 移动文件指针 当然这个有另外一个参数 你看好了这个啊 你看这个FSEEK这个 嗯 看他他有这三个参数 设置等于你看 位置是从呃 从当前位置读啊 还是从一开始指定的位置读啊 还是从结尾开始读 比如说我指定这个参数 你看啊 就是假如说 嗯 移动一百个 只能这个长量什么意思啊 从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已经到二十这了 再移动一百个 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位置多少了 哎 这位置应该是一百二十 然后再读 十个字符 然后读完之后 我再看一下位置 你看一下 应该到一百三吧 所以你看 是不是到一百三 二十移动完之后到一百二了 读完这个之后到一百三了 那我还可以怎么呢 直接假如说 我想把这个文件的最后五个十 二十个字符读出来 你看这文 这文件的最后二十个字符 咱看一下 最后二十个字符 应该是Lambrother99.net 你看一下啊 那怎么把最后那个字符读出来呢 我就可以这样做啊 你看 三条 让从文件的 end 从文件结尾开始读 负 二十个 然后再 读取二十个 你看啊 再读取二十个 然后看一下这个 那这肯定是文件指针是最后一个指针的位置 你看 最后二十个字符 是不是99.net 然后指针位置到10955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在文件指针里边通过指针的位置 任意读取文件中的部分字符 那如果现在我读完之后想马上再读取第十个字符呢 怎么办呢 re wind 道路负 文件指针 用最后是什么 回到文件开始 回到 文件 头部 又回到文件头部 然后比如说 我再读二十个 然后看指针位置 先看指针位置 再读二十个吧 这样的话位置最后又返回到零了 读二十个 然后指针位置就会到二十个这块你看 指针位置又返回零 然后又读二十个 三大不得这个 正好是二十个字符 就读回来了 这就是移动文件内部指针 那我都说了 移动文件内部指针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作用 首先呢 他可以读区中的一段区域 刚才他们也看到了 只要你指到这个字符在哪个区域 你就可以把它读出来 那假如说 要你假如说 做一个小型的系统 那小型系统的是没有数据库空间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得借助于文件 普通的文件 或者插门文件 来模拟数据库来装数据 因为不然数据 如果是在变量里边 里边的话 只能在内存里保存 而这个呢 在文件里呢 就可以长时间保存 那我们来画个图 你看一下 来模拟数据库的表 那假如说我存一个人的 假如存多个人的 名字字段 年龄字段 性别字段 email字段 四个字段 那你看一下 假如说这是一条记录 email字段 你看一下 你要指定指定长度就好罢了 比如说 名字字段 我再往字幕串里边保存名字的时候 连接字幕串的时候 名字这块 我就是二十个字符 不够二十个字符 我用控制给补上 这个用字幕串函数处理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超过二十字符 我只截取前二十个 这也能做到 所以不管怎么样 能保证名字字段 就是二十个字符 年龄字段 比如说就是五个字符 就是 就是五位吧 五个按五个字符就算 因为五位都多 对吧 所以不够五个 有五个 够五个以后删除 那性别字段 比如说就是十个字符 对吧 长度 那email字段 2535 比如说这是65个字符 email字段 不够的 用控格补上65个 多余的删除 所以能保证每条记录是多少 每条记录是一百个字符 一百个字符 所以假如说 你在文件里边是这样形成的一个字符串 现在 你看啊 第二条记录 第三条记录 第四条记录 假如这样 假如说我现在要你把 第三个人的 性别取出来 读出来 假如你这么设计文件的话 都用固定长度 不用固定长度的话 你不知道一多少个 那好吧 第三个人的 那我只要 一条记录是一百 用三减一 是不是先跳过两条 是变二了 二乘一百 先跳过二百个字符 然后第三个人的年龄 性别字段 可能在第三个 是在跳过二十五个 一共跳过二百五十二百二十五个字符 再取十个 那肯定是把这个性别字段取出来了 只取出来了 比如说把这个取出 哪一部分取出都可以 比如说你把这部分取出来 或者这部分取出来 或者这部分取出来 任一部分取出来都可以了 就可以找找指定位置取出来了 这就是可以灵活取文件的哪个区域的东西 当然你规划的时候 你得规划好 所以用文件模拟数据库的时候 咱们通常也是像做表似的 字段给的固定长度 这样的好找 但是有数据库 还是用数据库 方便的多 你这样写比较麻烦 所以就用到了这种文件内部指振移动 使用的这几个函数 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种写文件的方式 读文件的方式 那咱用这个写一个 比如说模拟一个留言板 读写 那怎么写呢 很简单 你看啊 假如说我现在留言一下 就往那个留言板里边写一条数据 我可以这么写 先把这表单先写出来 啊 form action 提交给本页面 万点PRP 然后呢 方法 我用post提交 啊 但留言板 你得留哪个用户名 input 类型等于 啊 test 然后name等于 user name 用户名 然后啊 用户名假如说 他的留的标题 什么标题 名字等于啊 tit标题 然后他留的主体内容 然后是are 写错了啊 然后这里边比如说name 啊 是呃 内容西文 然后 然后有个 提交按钮 input 类型等于 sub mit name等于 比如说是 sub 直 嗯 消息 你看啊 这样的一个表单 早些访问一下 看有没有这样的界面 好 这样表单 然后把留言信息呢 在上面谁留言信息就会在这里边多一条信息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去留言 那在这里边我就可以接收到 比如说如果 a子set 咱经常会这么写啊 里边假如在同一文件里接收的话 判断post里边有没有什么sub 如果有sb证明用户提交 如果这是用户提交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刚才这个 把读到的消息 写到文件里边去 写到文件里边去 所以我需要做两个函数 一个 读 从哪个文件里读 读取函数 一个写 你看 write 一个读写函数 从哪文件里写 写什么内容 写消息 先把这两个写出来 你看读函数 咱们很容易就做到 使用什么 假如我都用这个文件指针的 file等于fopen 打开 哪个文件呢 这个你传进来的这个文件名 然后 以读的方式打开 然后呢 假如我想 从这个里边 所有数据都读出来 那就 读的字符串 内容 修文字符串 等于fread 从哪里啊 从这文件指针里边读 因为它在服务器端 所以呢 用file size 不用循环就可以 把这个文件 所有内容都读出来 然后在fc close 关闭掉这个文件指针 就可以了 那写文件呢 也是很容易的 你看啊 也是 file文件指针 等于fopen 打开谁啊 打开这个 呃文件 文件 然后以什么 当然写的时候 得以最佳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说 不直接用f put content 那个那个函数 因为你那个不能最佳 对不对 以最佳的方式打开 然后 关闭掉 对文件资源 当然这会儿得怎么的 返回这个内容 然后写呢 你就不用返回了 直接怎么的 我文件里写就行了 是fread 往这个文件资源里边 写什么东西啊 写这个消息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我们一看判断 这个 先判断什么呢 先判断 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提交 先判断这个 假如我这个消息的文件在这呢 这个消息的这个文件 叫做数据.tit文件 我先判断这文件存不存在 你看很简单啊 咱们就能实现这个啊 先判断这文件存不存在 如果 file exists 咱们上讲课学的 大上讲课学的吧 判断文件是我存在的吗 判断这文件存不存在 如果文件存在了 我才去怎么的 我才去读 就要用read read 从哪里读啊 从这个mess这个消息文件中 读出来 返回读取的内容 对吧 如果存在才去读 不存在我就不去读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 你看啊 去读文件内容 就是每次就是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以什么形式写再说 然后如果提交 那咱就看怎么写数据了 有提交的数据 咱们就意思是往文件里写 那先把这个自乎串先形成 比如说 啊 啊 写的数据 消息 嗯 怎么说str吧 就是这个留言的信息 周刀信息 等于 大罗夫下号线post里边的 当然你可以验证啊 用户名 哪个用户名 然后每一个字段最好用一个字符隔开 这个字符呢 你要保证不会在你的用户名标题和题里边出现 所以我可以随便写 比如说加个书线 这样的字符券 所以留言不会出出现吧 出现也是几率很低的 post 用户名 比如说tit标题 这样的话三个字段隔开了 对吧 比如说你加个l也行 我这现在是加l字符代表什么什么东西 你加什么都行啊 一行吗 然后再连接 大罗夫下号线post里边的 比如说消息体的内容 看消息体的内容 我这里边当时写的字段是什么 con 对吧 这名字也不是name 叫username 然后内容叫做con 然后代表一行的结束 我可以是 见过号 行 n吧 所以你很少有写这样的语字 那你看一下 这是一行信息 消息有了 我只要定用什么 只要这个消息 不为空或者怎么的 你可以先验证一下 然后再往这里写啊 那我就直接定用谁啊 write 往哪里边 往这个文件里边 就上面咱们定义的这文件里边 写上什么内容啊 字乌串的消息 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可以把消息如果存在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消息读出来啊 你看一下 现在看一下能不能行 现在刷新是没提交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看用户名 比如说 张三标题是我想吃饭 然后你就留言了啊 哪有 饭店 哪有饭店 你看张三我想吃饭 哪有饭店 然后呢 李四 问了 想知道 想吃饭吗 然后这话 我知道 哪有 饭店 你看 这格输出不好看 但是我写没写到文件里呢 你看呀 是不是这文件自动创建了 没有这文件 用写的方式 你看是这样的字物串 所以咱们要分割出来 把它显示不就好看了吗 怎么分割 这是一个整体字物串啊 读出来的 我不直接输出 不然的话 你要写一百句话 一千句话的话 那就麻烦了 对吧 你看啊 读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 按这个分割 分割成每句话 因为每一句话 后边都有个邪章 你看这个数据啊 两句话后边是都有邪章 用邪章就可以分割出每一句话来 对吧 但是这个邪章 你看一下 现在用两个邪章能分割出三句 那明明有两句话啊 所以最后一个邪章 先去掉 你再分割 所以去掉这个 这个删除字符 咱们是我记得上几个课 咱们还说过呢 什么意思啊 读出来这个 CUN等于用 RTRM删除右边的 在这个CUN里边 删除右边的什么字符啊 N字符 你看 整个读出来的右边都被删除了 然后就他假如现在是两句话 就变成中间只有一个了 三句话有两个 四句话有三个 对不对 然后按他分割 分割成每一句话 嗯 只要是分割成啊 每一行吧 这行就是一个数组 加个复数 等于 用什么 ESPRODE 按什么分割啊 按N分割 这个字符串分割 分割哪个 分割CUN 那就分割出每一行来了 对吧 然后你再输出每一行 你看又变成什么样了 假如说便利 FullH 便利Dollar for RW 这是所有行 作为RW 单独的一行 你看 我这样一输出 这样他就会有换行了 按这分割出每一句话来了 你看 你看就没一行了 那假如说 网五 小五 对吧 标题是 我也 我也想吃 一起去吧 你看 是不是就没一行 但是还不好看 当然你在追加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的 假如说你可以追加出来 呃 什么时间说的 对不对 那你再连接一个 呃 再连接一个 这个啊 L 连接一个 Time 把当天时间 连接上 你看这就分割成 就这么几部分了 当然前面的几个是没有时间的 然后这一行呢 里边有四部分信息 我想单独提出来 那比如说 那怎么从这四行里提出来呢 很好罢了 你只要什么 再用 这个再去分割 每一个又能分割出一个速度来 所以这会儿也先不着急输出 用什么分割啊 这每一行 EXPRODE 我再将它用 L分割 你看 是不是就能分割出四部分呢 那这四部分 我假如说都把它转成变量 用list 转四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 用户名 第二个变量 是标题 第三个变量 是内容 第四个变量 假如说时间 对吧 那就都出来了 所以我再组合就行了 我最为的输出 你看输出的时候 加个出字体 下张币 谁说呀 这个 这个说 他在这说 说什么内容 再输出 嗯 说 应该说 嗯 他 在 哪个时间 假如我这也得用个红色的字 等于red红色的字 斜杠 f1t d t 我得把这个 因为传的是时间有错 咱们得把它转成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在这个时间 传过来 time 说 说什么 比如说 再来一个 h 嗯 再来一个 写体吧 你看 说什么 这会儿我得把这个标题 拿过来 tit 然后 主体 我再给他加上一个下滑线 当然你用什么都可以做到了啊 嗯 主体 然后主体内容在哪呢 是 CON TNT 然后我直接 外边整体是一个段落 就不用换行了 P 当然你输出什么格式 你就自己定了 你都取出每个数据了 现在你看一下 我在写上 A 说什么呢 BBB 怎么样 CCC 你看 上面都没取出来时间 因为前前面天嘛 你看 在2010年几点几点说 BBB 内容CCC 对不对 111在22的时候 说了什么 333 对吧 这是简单留言板呢 我先随便填字符了 你看 可以一直变长 对吧 一个一个就出来了 这是简单的留言板信息 很简单就实现了 就文件 这就借助的就是文件存储数据 再借助咱们字幕串的功能 就那一个该写 你看 这么存的 对吧 然后咱们又分割出来每一部分 现在呢 你只能说整几区 现在你数据长都不知道 比如说想把第四个人说话拿出来 现在好像还做不到 对吧 这就没有数据库方便了 如果每个都像我前面其画图的整个固定长度 那第四个人说的什么内容 说的什么时间 想起初就很容易了 那你再详细去设计 把它弄成固定长度 比如修改呀 或者什么都可以做到 当然了像这样的话你只好不要文件做文件做起来做什么都麻烦 因为文件做存储的时候它已经过时了 对吧 已经不常用了 除非小的数据 如果复杂数据 一般的我们要么用数据库 要么用什么插门文件来帮我完成 这只是临时的一些东西来这么做 现在想删除哪个消息也做不到啊 除非你要知道哪个长度 你把它拿出来匹配删掉再重写回去 那那还能办到 但是现在这个不是固定长度 所以呢 嗯就不太容易写 当然你可以把那句话 哪句话循环到第几次 读出来 然后过滤掉 然后再重新写回到文件 也是能也是能做到的 但是比数据库操作起来要麻烦的多 好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边的咱们文件处理的最后一个问题 文件锁机制 文件锁机制 什么叫文件锁机制 假如说这个 现在我是一个人在这做实验 我不会出错 对吧 那假如说 一个网站同时有一百个人在一起留言 如果是那些大型的网站 同时有一百个人写 这都不算多 对吧 同一时间 那同一时间一起写的时候 你想象一下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第一个人在刚往里边写入标题的时候 还没等写完呢 另外一个人就怎么的 就把内容写进去了 所以呢 有可能说你看到数据是乱的 因为同一个文件吗 那举一个恰当 呃 比如说举一个合理 但不怎么恰当的例子吧 咱说 呃 咱就说公共 公用卫生间 那公用卫生间呢 假如说 呃 为什么公用卫生间那门上都有个锁 对吧 如果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锁的话 那么一个人进去的 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有可能也把门开个进去啊 所以咱进进公用卫生间第一步是先干嘛 先进卫生间先把门锁上 对吧 然后呢 别人呢 也想去的时候 他就得等待 当你在里边执行完了之后 除了之后 把锁打开 别人才能再进去 是这个意思 所以像这个 如果现在不加锁这个文件 你在写文件的同时 别人也可以写啊 那这样的话 写的内容就会乱 会出现这个情况 你想呀 如果加上锁会怎么样 你在写文件的同时 假如说 对于这个文件 你看 张三 我刚写个张三出来 还没等写我想吃饭呢 那这个时候 他执行的一瞬间啊 咱们情况不好模拟啊 执行的一瞬间 那别人 你俩一起提交的 你刚往文件写个张三字母串 还没等写我想吃饭呢 别人就写个什么 B型3W 对吧 或者别人写个WC 那这样的话文件就乱了 那就变成张三W3C说我想吃饭 对吧 就容易给人一种 两个文件同时写会写在一起去 所以你就想微生间那个门进进地锁上 这样的话只有你一个人执行 对吧 你出来之后再把门开开 别人才能进去 就是这个过程 所以呢 文件锁就是干这个事的 那不管是这样 读取的时候咱们也要加锁 那读取为什么要加锁呀 咱刚刚说过文件的指针的东西 读完之后文件指针还在那 还可以继续读吗 所以你在读的时候 你刚读完一个字符 别人正好也读 就把第二字符读走了 然后你再读 有可能把第三个字符读出来 就有可能缺内容的情况 对吧 所以读和写咱们都要加锁的 那看一下加锁很简单 这里边用的是什么 这里边就有一个函数而已 你看Flock 用这句加锁 这里边就简单说说了 你看 都是用加锁和释放锁 都是用这一个函数 读取加锁和写入加锁 也是用这一个函数 只不过这里边选项不同 第一个肯定是文件指针了 只有文件指针才能做到加锁 你看啊 然后第二个 参数 选项 就是这个选项 又加这几个 如果你在第二个参数中 加这个值 是什么 是读取的时候加锁 就叫做什么 共享锁 是读的时候加的锁 如果你是写文件 你也用这个函数 第二个参数存这个 这是写文件加锁 读和写加的锁是不一样的 那不管读写释放锁 都使用谁啊 都使用这个 那加上的反位不耳心 加锁就是真 加不上就是假 所以它很简单 你看啊 我在这写上 看在读取函数这块 打开文件 我在读的时候 我先干嘛呀 如果 FROCK 先加锁 给谁加锁呀 给文件资源 加什么锁 我现在是不是读取 RAID 读取的时候 我加的是这个锁 SH 是共享锁 读取程序的 是用程序使用的 你看 加上这个锁 然后如果加锁成功了 我才去读 对吧 我才去读取 这样的话 你程序执行到这会儿 你最先到这的 那你先把这文件锁上了 那别人就不能怎么呢 就不能再进来了 他也不能读了 只有你在这消停的读 读完之后 然后你怎么办 你读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释放FROCK 还是用这个函数 还是用这个文件资源 只不过参数变了 变成谁啊 UN 看一下 是变这个释放 那假如说 这就可以了 那写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假如你 你进入中间第一件事干嘛 先锁门 锁的成功了 你才能放心在里边 锁 叫什么 也是这个文件资源 加上什么锁呢 锁不一样 你看 写程序的时候 加上EX这个锁 LOCKEX 你知道吗 LOCKEX 加这个锁 如果成功了 锁都成功了 你在这里边放心的去写 写完之后 当你进来之后 你加上锁了 别人同时执行成功到这话的时候 他就进不来了 他进不来了 只有你写完之后 他能进来 他会稍微在那等待一下 因为这是一瞬间的时候 咱不好太好模拟这一瞬间 对吧 因为并不是说你写表单的时候 他就开始加锁了 而是你一提交的这一瞬间 有可能几秒都完成 一秒都完成 那别人在同一秒钟一起执行的时候 是这个问题 所以呢 你写完之后 释放锁 File LOCK 有文 把锁释放 就完了 这就能防止文件乱的情况 一个读一个写 怎么加锁 怎么释放锁 这就是文件锁的机制 那这边你看一下 假如说 现在有同时 有一千个人在访问 同时一千人都不怕了 那一瞬间 我往里写的时候 别人就不能做 对吧 A BV CC 看一下 W X 看都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 一直写进去了 就不怕那种同时操作的时候了 所以呢 咱们像这种留言板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同时有多个人同时写的东西 你最好加上锁的机制 往文件里边去的时候 不然的话 容易出错 好 那这节课呢 文件的东西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边 文件锁机制 文件内部指针移动 所有文件相关的东西 咱们都处理完了 所以呢 下节课呢 咱们是目录处理 当然了 还有文件上传 大概还得需要两三节课的时间吧 咱能把它介绍完 所以希望大家多做一些实验 多做一些跟文件 相关的一些操作的实验 因为文件这块是咱们程序 也是离不开的一个属于基础部分知识 所以希望大家多用点心 好 这一刻我们就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